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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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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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前半部分我們來說一下奧運發生的暖心事件 後半段來講一下 習近平在昨天是怎麼樣被狠狠的打臉 導致小粉紅破防崩潰 昨天在奧運羽球難雙啊 台灣對上了中國 順利的擊敗中國晉級八強 但其實重點不是在誰擊敗的誰 比賽嘛,本來就有輸有贏 又不攸關生死 各選手都非常努力的 表現自我,證明自我 不管自己支持的選手或是國家是否落敗 都不該譴責謾罵 那你可以為他贏得了這場比賽去喝彩 但你不要在別人比賽失敗上去譏諷他 沒有人在經歷過這麼長的準備之後 面臨失敗的心情是非常好的 還是需要一段時間來調適一下 這個時候我們應該給他更多的是鼓勵 或者是讓他在旁邊沉浸一段時間 而不是去謾罵他對吧 那四年前啊,東京奧運 中國有許多選手就被自家的小粉紅 痛罵到一無是處 我最記憶猶心的是一個射箭隊的男子吧 甚至有小粉紅拿他的身材去做文章 而最近還有一些賽事中國落敗的一些國家 尤其是落敗日本 這個就是很多小粉紅最不能接受的點 不僅痛罵戰勝方日本 也痛罵自家的中國選手 我是覺得小粉紅如果你行李上 下屆奧運你就代表中國出戰日本 宣戰全世界 那說了這麼多,暖心的地方在哪裡? 暖心的就在台灣與中國比賽的現場 歐美的觀眾紛紛的為台灣喊加油 喊了台灣 也不是喊Chinese Taipei 或是喊China Taipei 甚至沒有幫China加油 沒有幫中國隊加油 這就非常搞笑了 那我們都知道民間上已經越來越多的人都知道台灣了 即便我們在奧運會上是叫Chinese Taipei 所以我覺得這裡最要感謝的就是兩個群體啦 第一個當然就是習近平跟小粉紅那一掛 對吧?搞戰狼外交 讓台灣的知名度越來越火熱 那另外一個當然就是我們這些台派 我們這些台灣人努力不懈的 讓台灣在各種的這個機會上能被曝光 但是搞笑的概念就來了 因為在小粉紅的框架之下 台灣是中共國五星期的一部分 對吧? 那這是一場中國的國家隊 隊上中國台北省隊 地區隊 我也不知道你們是怎麼定義的 因為也沒有中國台北省這種東西 不管你是把中國台北叫做省隊呢? 還是說地區隊呢? 這其實也是錯的 因為今天參加的叫做國際賽事 而不是地區性的賽事 或是某一個單一國家的各省之間的賽事 對吧? 按照這樣的邏輯之下 中國台北隊也是中共國的國家 對啊 它也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隊之一去比賽 對吧? 所以你不覺得很搞笑嗎? 兩個中國隊 一個叫做中國國家隊 一個叫做中國台北國家隊在互打 難道你有看過美國加州國家隊 然後在奧運上跟美國國家隊互打嗎? 就邏輯完全沒有辦法自欺啊 而且更搞笑的是 當然啦 你們會說中國香港對義是如此 欸 但是你們別忘了 中國香港隊奪牌的時候 是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 對吧? 而且按照這麼說的話 中國香港隊 它也是中國香港的國家隊 因為它也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去比賽的 而在小粉紅的概念哈 這三個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隊伍對吧? 但是你們會因為 中國台灣隊或是中國台北隊輸了 感到非常的驕傲 哇哇又怎樣了 對吧? 但是如果中國台北隊贏了 你們會感到非常的沮喪 非常的難過 轉過來就嗆你個彎彎 你贏了這場又何反呢? 比獎牌根本比不過咱們中國隊 欸這個時候你又分很細啦哈 不都是中國的嗎? 而且你們中共國歷屆以來 都會把香港的跟台灣的 不管是銅牌金牌銀牌 通通都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績裡面 對吧? 欸這個時候你們就不會分 你是誰我是誰了 齁 你不人格分裂 我都人格分裂了啦 還有一名小粉紅在小紅書上發文表示 我來德國快一個月啦 在地鐵購票機裡面 卻沒有發現中文這個選項 非常的失望 中文作為世界最多使用語言的人口啊 在德國卻沒有中文 這沒有什麼好破防的啊 我教你 你就開始號召中國人集體在德國地鐵逃票 大鬧德國地鐵 因為在德國澳大利是沒有驗票口的啊 就自由心正你自己去打票 是啊沒有人 或是機器在旁邊檢查的 但是你被逃票員抓到的話 你會罰很多錢 所以我建議你們集體去逃票 不然就是大鬧地鐵 耗費他們大量的時間 我跟你說不用多久 德國地鐵就會安裝中文系統的標示了 不信你看近期有些日韓還有一些歐洲國家 他們的商店或是當地的旅遊景點 都貼出了簡體中文的告示 譬如說叫中國人不要踢路啊 不要餵屎尿啊 有叫中國人好好排隊的啊 也有叫中國人好好做垃圾分類的啊 所以中文確實漸漸地在世界各地開花 以後出國 你會發現全世界都在說中國話呢 去哪個景點都是喊中文 請排隊 請回收分類 請不要推擠 OK說完暖心的故事 我們接下來說一下為什麼習近平被狠狠的打臉了 昨天哈馬斯領袖哈尼亞 在伊朗的首都德黑拉納 遭到了S 根據當地媒體指出啊 是飛彈精準的轟炸到他的房間 而伊朗當局是嗆那些猶太復國主義者搞的 並沒有直接說就是以色列政府 我們要了解到能夠做到飛彈精準的S到他的房間裡面 代表什麼呢 不僅逃過了伊朗的防空系統跟飛彈攔截系統之外 但是在毫無預警之下就直接被這樣S而且在首都啊 那更為重要的是什麼呢 為什麼做這場行動的人會知道他幾天幾分在哪 很顯然有內奸對吧 有人告知哈馬斯領袖的各種行程 若不是伊朗的防空系統有很大的問題 不然就是內部的人員故意讓飛彈進來的 藉由他人至少去幹掉自己的一些政敵 去幹掉自己的一些人 可以用這個理由去做任何事情 這個在歷史上都是稀蔥平常的事件 那這跟習近平到底有什麼小關係呢? 我們從小粉紅的反應可以看出 小粉紅各個都義憤典一的痛罵美國與以色列 並且為哈馬斯哀悼 但是你真的要小粉紅選擇去哈馬斯的領土生活 拿哈馬斯的護照 或是去美國生活領美金拿美國護照 我跟你說95%以上的小粉紅會選擇 去美國生活賺美金拿美國護照 然後在美國的境內支持哈馬斯通罵美國 而小粉紅破防的點就在 我們不是前陣子上個禮拜哈馬斯等團體 跟中東各領導在北京召開的會議 簽訂了北京宣言嗎? 意圖結束伊斯蘭內部的各種分裂局勢 促成了所謂的國共合作的版本 誰知道這個宣言一千讓小粉紅都樂壞了 覺得中國偉大復興跟美國一樣 可以變成調停協調的地位了 結果昨天哈馬斯的領導掛了 狠狠的打了習近平的臉 讓小粉紅的中國夢都被炸碎了 百度的哈馬斯領袖介紹頁面上 竟然換成了黑白哀悼的畫面 有沒有非常搞笑呢? 小粉紅吃著煤礦油 忍了 喝西糞水 忍了 暴雨中同步洩洪 忍了 買爛尾樓 也忍了 被刻上惡意討薪的帽子 沒關係 忍了 宅基地被村幹部搶走 也忍了 電動車被沒收 領取回時發現內部的電池被城管偷了 你也忍了 但是啊 日本隊贏了中國隊 你也不能忍 哈馬斯領袖玉璽 你也不能忍 台灣叫中華台北 而不是中國台北 你也不能忍 中國隊拼船加拿大 你不能忍 美國獨立包船 你也不能忍 一個把自己的成就 或是希望 甚至仇恨寄託在別人身上的群體 只能說 太好統治了 我覺得是這樣 中國如果哪一天真的實現了民主化 你就讓小粉紅投票 你就畫出一個自治區 或是一片領土 讓小粉紅自己去建國沒有關係 就把他們圍成國中之國 對吧 然後呢 用小粉紅喜歡的方式去統治他們 而近期義大利的總理到訪中國 被很多親中媒體說 啊中國贏了 我們可以從義大利 突破歐盟對於中國的制裁 但是我們細細來看可以發現 義大利這位女總理 比起過去的義大利總理來說呢 對中國的立場是更強一些啦 一帶一路也是她任期內退出的 而中國也不敢直接的嗆義大利 你為什麼要退出一帶一路呢 反而是把鍋甩給了美國 說是美國叫說義大利退出的 而習近平雖然沒有直接的 跟義大利總理講到 一帶一路的關鍵字 但習近平用別的方式講到了絲綢 絲綢之路 而雙方也打算簽訂中小企業 在船、航太、航空、新人員、人工智慧等領域 互會合作的三年被忘錄 但有一個前提 義大利也是有條件的 在義大利總理到訪中國的時候 他同步接受了義大利記者的採訪 表示中國要停止對俄羅斯的資源 而這個新聞是義大利國家通訊社等媒體發出的新聞 大家還記得法國總統也到訪過中國 表示雙方要多合作 但還有一個條件是 要停止資源俄羅斯 包含前幾個月 習近平親自到訪法國的時候 然後法國總統又提了一次 歐盟主席也提了一次 但習近平依然自我 而這一次義大利總理也提了一次 請問習近平會不會接受? 肯定是不會的嘛 義大利總理在中國接受義大利媒體的採訪 而中國媒體會不知道嗎? 現場沒有中國媒體嘛 而中國媒體為什麼沒有把這段給報導出來呢? 所以肯定是習近平不會接受 那這又會是一場空的備忘錄 中國做給小粉紅看 你看啊 我有三年的備忘錄 招商還寄 未來三年 我中國偉大復興 指日可待 然後義大利總理也可以跟他的國民交代 你看啊 我是有意要跟中國合作的 但是他要自由俄羅斯嘛 所以我們的謙怨備忘錄無法實現啦 所以你們不要再說我無腦反中了 證據都在這裡啊 今天影片到這裡就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把我下見了 掰 可是 洗列 垃垃垃垃垃垃垃